海潮 海潮 潘怡 你怎么还穿着围裙呢 衣服也没换 赶紧再去换件衣服 换什么衣服 我这早上刚换过的 这挺干净的 你说你第一次跟人家见面 总得留个好印象吧 这是看人用 不是看衣服 就这么着吧 行行行 那就这样吧 那个围裙这样的 赶快走 你别让你女的先到了 等咱们多不好 对 行 潘婆婆 我们要去哪里啊 小舅舅啊 我们去公园玩好不好啊 走 我要玩钓这个鱼 我要买水槍 好好好 前方会不会玩啊 好 走走走 我那面都醒好了 快走 赫梅 这就是我一直 给你提起的李海潮 你们两个 一个开面馆的 一个占化妆品柜台的 都是风吹不着雨 淋不着的 多好啊 你们认识一下吧 你好 你好 我是赫梅 你好 李海潮 这是紫秋 紫秋大招呼 叔叔好 你好 来来来 帮我手 真可爱 你多长了 七岁 七岁了 我给你介绍一个小妹妹 小姐 姐姐 小姐 你别我了 我去陪孩子 那个你们多聊聊啊 互相了解一下 行行行 好 姐姐 你也想出去玩吗 对 对 你跟妹妹一块儿玩去吧 好吗 去吧 去 老大好啊 真好啊 真的吗 真的吗 三块是吧 是吧 太爱了 我以为你 要是比甜一点 真不挣钱 真不挣钱 姐姐 你怎么刺哥哥呀 他不是我哥哥 我婆婆妈 你不喜欢贺美阿姨啊 阿姨长得多漂亮啊 多一个人疼你不好啊 我婆婆妈 前婆婆是坏人是坏人 这前婆婆怎么又成坏人了 你这孩子 坏人消灭坏人 姐姐 坏人 姐姐 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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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冲着你 把紫舅哥哥身上全喷湿了 人着凉了感冒怎么办呢 咱还也带着去医院 那去医院是不是得花医药费啊 你花医药费 那就是不是没钱给 人家哥哥 我们一起玩水箱吧 我们一起玩水箱吧 妹妹跟你说话呢 叫叔叔好 文生 你好 嫂子这是出去啊 出去买点东西 你这是带孩子出去玩了吧 我爸和他你相亲 那挺漂亮的呀 就是见见 那不正好吗 其实太漂亮了也不好过日子 那我们先走了 灵霄哥哥 你你你你求求你了 再先回家 帮他回家 再把人灵霄哥哥也都全是喷湿了 真行 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婚言礼物 对了 李静静 到 出发 是 给你爸开门去 不许忘带钥匙呢 年轻哥哥 这是花言礼物 我爸带我去山里寨的 走开 怎么了 这 不是 小剑 这 怎么了这是 告诉我 不许来山核桃 下次送别的吧 下次 送糖好了 糖好吃 炸糖糕和甜的花也行 你可打住我 你还垫着吃糖呢 你这小鸭都被种子吃没了呢 没关系 吃光后还会再长大 眼睛动得像叢铃 这山间般的精灵 耳朵熟得像天线 给你吃一口 哥哥 我带你去看黑猫警长吧 谁是你哥哥 走开 哥哥 我带你去豆腐家看小猫吧 他家的大黄 生了一堆小猫 一堆小猫 你吃 有没有 你ulous 去吃 小猫 你吃了西瓜 你吃吧 你吃过去吃 你吃吧 我带你吃过去吃 他不会说话 他是哑巴 你是哑巴呀 哑巴 那你说句话嘻嘻 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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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我让你走了吗 出发去 李贱姐听大猪鹏哥哥 我找他妈妈去 你看看你们家李贱姐 把我们猪鹏养的 你看我们家小姐 这头部里也被彭彭 耗下一座 这脸也肿了 是吧 孩子打架吧 难免 还有这紫秋的眼睛 你看这多危险 那也不能咬人哪 而且是你们家李贱姐 先动手的 他欺负莲宵哥哥 彭彭 彭彭 你上二年级了吧 你看看你现在长大 又高又壮 是个小男子汉了 那小男子汉是不是应该 保护小区里的弟弟妹妹们啊 嗯 没事 孩子嘛 闹闹打得很正常 得 我拿点酒 给彭彭小小毒 不用了 我们自己加油 还欺负别人 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 走走走走走 千万别啊 千万别 彭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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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客气了 客气什么呀 这借里借方的 走 千万别打个扫子 行了行了行了 回来吧回来回来 你们俩 洗手吃饭 我们家紫秋还是第一次和别的孩子打架 对不起啊 被小剑带坏了都 挺好的 这才有个男孩子的样 这倒也是 来 坐 来 坐妈边上 来 给 好 谢谢 来 紫秋 谢谢叔叔 不客气 拿着吧 你这还白脸子了 你咬人对呀 那属小狗的呀 你这一个人惹祸也就算了 这还拉着紫秋 你看看这给哥哥的眼睛弄的 多危险啊 是他自愿的 是我自己愿意的 今天你只能吃蔬菜 吃 小剑 你老是跟我说 你还咬不咬别人 你还咬不咬别人